剛開始單字也想不起來 然後現在是什麼 現在這裡是 然後F加PE啊 然後Use To啊 就是很多那種過去跟時間的用法 搞不清楚 然後單字量也差不多盤給老師了 所以現在可以完整講出一個句子 然後他也會放那個 聽力練習 他放完之後我可以馬上跟得上 就知道說這個正在講什麼 但是我剛有聽到一個日本口音的套題 所以就有點跟不上 對我來說也是太難了 然後老師就非常耐心地跟我說 沒有關係他剛剛就是口音比較重 所以其實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 欸我就馬上可以先接上 所以都不用擔心